天年 哪怕一年 哪怕两年 我们觉得生命很有意义 所以我们要以这样来救护生命 第二 放生就是还债 不是替自己还债 替杀业众生还债 要这样想 那你在替所有众生还债 那当然就在替你自己还大债 所以人来这个世间都有欠债 一定有的 欠子女债 一直跟你要钱 一直跟你要钱 欠感情债 什么都有可能会发生的 冤亲债主 而且就像刚刚讲的 那只狗被堕胎的小女生 不放他妈妈走 不放他走 他要得讨债 所以他就过程很痛苦 当这些冤亲债主超度了 他马上就安详往生 所以我师父说要念什么 如果被讨债 来 读诵地藏经 地藏经是消业账还债最快的 等一下我要带各位念浦门品 为什么要念浦门品 特别正在生病的 有苦难的 浦门品可以消七大苦难 消内心三毒 成就男女二愿 所以自古有一个皇帝 五湖十六国的时候 病得很厉害 找了各种的医生都没办法 后来寺庙 他去寺庙老和尚说 你专心持送浦门品 结果念了七遍浦门品 病好起来 所以浦门品在中国 流行最广 这位皇帝推广了 救苦救难 特别性 所以我们佛教有个习惯 为现世者救苦救难 念观音菩萨 最后呢 念阿弥陀佛 往生净土 那我妈最厉害 阿弥陀佛 观音菩萨 阿弥陀佛 观音菩萨 两个一起念 救苦救难 往生净土 阿弥陀佛 所以那我说 我妈 你跟我一样聪明 所以两个一起念 第三放生就是救急 所以希望大家 多去看那些急将被杀的 有时候我最大的痛苦 有时候出国 他们带我去吃饭 都是那些 一般都是荤死的 荤死的 鱼虾 大餐厅 虽然定义做树的 我们吃的也很难过 那些碗筷 老师说 圣言法师都说了 纯粹吃树的 连碗筷都不能装过肉的 因为你装过肉的 里面就有附着动物王魂 那个味道去不掉了 你那个筷子洗一万次 还是那个 傻眼 就像一只刀子 这个刀子你切过蒜头 你切一百个水果 还是蒜头味 对不对 奇怪 为什么蒜头这么厉害 可以入到铁里面去 那个刀子已经洗了 要死了 一切还是蒜头味 所以这个磨的力量很厉害的 蒜头就是磨的味道 你一吃蒜头 磨就来找你 护法正神就离开 所以有时候我们去餐厅吃 那真的是 菩萨要去吃饭 哇 很痛苦啊 出来进去就会头晕 搞不好回来就生病了 我已经好多次经验了 有一次他们带我去一个地方 然后师父这一家好吃 一定要进去 一定要进去 我们真的是很无奈 然后就去 就在门口我就开始头痛了 然后进去以后 你知道正在吃吃吃 旁边有一桌的人 就故意就看我们 你们是 这不是巧合 一定有什么姻缘 讲到这个又痛苦了 还是把它讲完 旁边有一桌 一个男生 大老板 一直回头看 你们这出家人是吃荤的 因为他吃荤的 你们怎么在那边吃呢 偏偏那一顿煮过来的 都是仿昏的 刚好他们仿成 是树的没错 仿成像排骨 我夹一块 他就都看我脸 你也吃肉 我心里很痛苦 我也知道他在嘲笑我 但是那个明明是树的 所以有时候吃树的人 你去吃那个仿的鱼啊 仿的龙虾 人家都说你不好 事实上那种东西 我不吃的 因为你做成龙虾 做成鱼 你怎么吃吗 师父 这个树的 树的 树的也不行 所以他来给我看 我就很痛苦 那我还是吃 连碗筷也都是荤的味道 那天回去就拉肚子 不能睡觉 那以后我就发现 以后不再去餐厅 但是人家隔天 还是找把你拉去 不然你要去哪里吃 以后干脆自己带电锅 所以没办法 这个世间本来就五着二四嘛 所以各位你的筷子 像我的筷子 我永远自己带自己的筷子 这个筷子夹过肉 这个是个杀手呢 对你们可能还考 像我 我这个是敏感过度的人 讲好听是 好像修得很清净 但是一下我就完蛋了 一夹一个筷子 我就拉肚子 一夹就不行 所以现在当然很多菩萨 很好心拿药给我吃 像我昨天供佛在天 他们好心 师父啊 这个药好啊 这个姜啊 这个一吃啊 结果一上台 完蛋了 痛到在那边滚了 好在终于等到时间 中间休息 冲进去了 哇哟 好心没好报啊 因为它那个皮 大概有加到什么 动物成分吧 对不对 所以有时候 因为世间人都是好心 都是好心 那好心问题是 我们没有专业 不了解 有时候吃了反效果 像我今天下午 老实说 本来我们打定慈悲 还要我去抽抽血 打打针 补补身体 让师父活久一点 但是我也有一个直觉 今天八观灾 可能我要认真一点 因为这个补我身体是对的 那是还是自立的 我应该我还有事要做 所以我就跟我们战散法师说 跟打针说 今天先不要 改天 我 我本来还以为我们战眼法师 可以吧 结果他昨天去虎幕区 太认真了 今天就头痛了 头痛 躺 头痛 这个是正常 这个是消众业 为什么 众生无量无边 吃不饱的 我有一次 他们台北办粮簧法会 要我去组法 那因为那个是大楼 旁边住很多人 不能做烟供 一点都不能做 那我有做一个小盘的 我说你帮我拿去楼下 那个人就给我脱功剪掉 师父说 东他就做西 他就没做 他就没做 那我也不知道 我交代了 哇 当天晚上那个 痛得像喝几百瓶酒一样 然后一直吐 一直吐 头晕痛 吐 那我就说 我有请他去做 我就 虽然很痛 我就问了 他说师父他没帮你做 那我对于也是很好注意 我不会骂他 哦 原来你看 众生很苦啊 所以他就会让你头痛 吐 因为什么 你也讲 不够吃 不够吃 你把我们都请来了 像我们早上请那么多 结果不够吃 那不行的 所以 那我们还是要观想 来念一下 嗡啊 嗡 变满甘露 一切众生 永离饥渴 得到自在 往生净土 嗡啊 嗡 所以各位观想很重要 再念一下 来 三万九千场 烟共药共 无量食物不失 共灾功德 嗡啊 嗡 不失 孤魂重等 永离饥渴 所以各位 你有这个心态 他马上就得到了 只是我们念 嗡啊 嗡的时候 还要加菜 我送了几部地藏经 我们做了多少功德 我今天参加八观灾界 功德一直融入进去 像各位 如果你明天 有人生病 你去看他 你要说 我以参加八观灾界 这样还不够 我以八百人参加八观灾界 九百人参加八观灾界的功德力 回向给对方 所以在背词 万人共造善恶因 每人皆得善恶果 说这个佛塔是一万美金盖起来的 你只出一块钱 万人共作 但是每人都得到 整部一万美金佛塔的功德 所以有时候 我们合起来的功德力 那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得到这个功德力 所以这个叫什么 来 金刚兄弟 因为没有你就少了功德 所以有你的修行 那我又多了一个功德 所以我们是互相依赖的 也要互相随喜的 所以那我也互相感恩的 那这样合起来的力量非常大 最后要时时刻刻 随喜这个世间的大功德 大事业 因为这样我们才可以 帮助更多众生 好 所以来 77页中间 地藏菩萨 喜欢我们放生 写的这13种功德 我们念一下 地藏十文经 放生诸功德 1. 长寿 2. 慈悲心自然生奇 3. 上神为由 4. 所有动物体任为亲而欢喜 5. 无量功德 6. 众人恭敬 7. 无病无危害 8. 快乐永幸福 9. 生生世世 10. 尽信佛陀所行 10. 不离三宝 11. 终获无上菩提之国 12. 师父善知事 长久住世 为师养灾祈福 13. 往生净土 11. 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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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所以地藏菩萨把众生 12. 都当作自己的母亲 11. 所以更加我们能够去救护生命 11. 因为你去救护生命 11. 因为你去救护生命就是救护自己 11. 我们佛教徒一归三宝 11. 发了第一个愿 11. 保护所有生命 11. 就是我们发的愿 11. 进行受保护 11. 进一步我们又能够去救他的生命 11. 所以第一个可以长寿 11. 所以你要怎么回向 11. 今日放生功德 11. 回向所有友情 11. 各种人类 11. 长寿无病 11. 那这才叫菩提心 11. 而不是说 11. 我去放生 11. 我长寿 11. 我妈妈长寿 11. 这还是有缘的 11. 有限的 11. 希望大家要修空性 11. 悲心 11. 那你回向所有众生 11. 都长寿无病 11. 那你再回向你妈妈 11. 她得到的是百千万亿倍的 11. 长寿无病的功德 11. 这样是比较圆满 12. 持悲心自然升起 11. 而且特别我们今天 11. 大家守八万灾界 11. 真上的功德 11. 佛陀神变月 11. 一亿倍的功德 11. 大家发菩提心 11. 受八万灾界 11. 真上的功德 11. 等于你今天布施一块 11. 等于布施一亿美金的功德 11. 以这样子的功德 11. 祈愿所有众生 11. 无有称慧心 11. 无有杀乳心 11. 不吃肉 11. 各个慈悲心 11. 自然升起 11. 所以我想 11. 我们要这样去做 11. 回向动物要不要被杀 11. 没慈悲心了 11. 慢慢就有了慈悲心 11. 慢慢就有了慈悲心 11. 慢慢就有了慈悲心 11. 上神唯有 11. 天有好生之德 11. 天上的神明 11. 看到我们去 11. 焉共慈悲 11. 去放生 11. 哇 他们高兴 11. 做我们的护法 11. 所以上神唯有 11. 如果你旁边有上神 11. 你做什么都顺 11. 如果你旁边是 11. 恶友 11. 恶魔 11. 你做什么都不顺 11. 那决定在哪里 11. 你的信念 11. 所以你的信念正 11. 旁边的人事物都是好人 11. 你的信念不正 11. 乃就做得坏 11. 旁边都是魔鬼 11. 都是来害你的 11. 你会特别爱他 11. 爱得要死 11. 你会很喜欢他 11. 然后他就来害你 11. 所以信念很重要 11. 第一次 11. 所有动物体 11. 自己认为亲而欢喜 11. 网络上我很喜欢看那个片子 11. 这只狗 11. 他失散了 11. 结果半年以后 11. 几年以后 11. 它主人 11. 对不对 11. 又找到他了 11. 然后那只狗 11. 就抱着他主人 11. 一直哭啊 11. 一直哭啊 11. 或填他的脸啊 11. 我还看过一个片子 11. 我还看过一个片子 11. 那个狗 11. 快乐到昏倒 11. 然后昏倒 11. 然后昏倒 11. 快乐到昏倒 11. 快乐到昏倒 11. 超过人对狗的几百倍 11. 对不对 11. 所以 11. 那我想各位 11. 你去放生 11. 那以后 11. 这些被杀掉的动物 11. 很容易超度 11. 因为它很喜欢你 11. 甚至祖师大德都会说 11. 你这辈子所参加放生 11. 随喜放生 11. 这些动物死了 11. 做神也好 11. 去极乐世界也好 11. 当你哪一天往生 11. 它们列队 11. 拿着哈达来看你 11. 来欢迎你 11. 去极乐世界 11. 因为是他们表达感恩 11. 最好的机会 11. 因为你救他的命 11. 因为你救他的命 11. 所以所有动物 11. 体认为亲 11. 当作你是亲人 11. 很欢喜 11. 第五 无量功德 11. 第六 11. 众人恭敬很重要 11. 做菩萨道 11. 做菩萨道 11. 你不让人家尊敬你 11. 那你讲的法 11. 表现得再好 11. 人家都不注意你 11. 就没有射受力 11. 所以你对越可怜的人 11. 你对越可怜的众生 11. 有悲心 11. 行为反重力 11. 众生尊敬你 11. 所以各位一定要 11. 经常点甘露水 11. 烟供 11. 撒几颗米 11. 最可怜的孤魂野鬼 11. 没人理的 11. 然后呢 11. 你将来有 11. 无量为德 11. 得犯天为德 11. 众人尊敬 11. 人人爱乐 11. 三宝互念 11. 诸天永乎 11. 这样你成为一个 11. 有影响力的人 11. 你才能够 11. 利益更多的众生 11. 所以各位我想 11. 一个人要成功 11. 哪怕是世间的事业 11. 那你一定要聚足 11. 这些因缘 11. 放生很好的助缘 11. 为什么? 11. 有无量的功德 11. 跟事实一样 11. 只要你对三恶道 11. 再念一次 11. 来 法慧功德 11. 回向地狱道 11. 恶鬼道 11. 恶鬼道 11. 所有动物道 11. 同享功德 11. 早得脱离山土苦 11. 所以各位要永远一直回向 11. 一直回向 11. 就像你的儿子病得很痛 11. 你一只手拉着他 11. 另外一只手一直在送地上经 11. 对不对? 11. 因为你希望 11. 这个功德力 11. 现在就给他 11. 就给他 11. 那各位要有这种 11. 不舍弃众生苦的悲心 11. 来念经 11. 来放生 11. 来做焉供 11. 来守八万灾戒 11. 所以前面是三宝 11. 我们身上 11. 背着是六道轮回的苦 11. 所以我们必须精进 11. 我们一懈怠 11. 一放逸 11. 使世俗想 11. 众生的苦就增加了 11. 我们一精进 11. 减低他们的痛苦 11. 最后他们就超度了 11. 所以为了 11. 往生父母 11. 去世父母 11. 历代祖先 11. 愿亲在主 11. 各位要 11. 保持像八万灾戒一样 11. 养得精进 11. 当然 11. 释迦摩地佛的意思是 11. 希望 11. 哪一天各位就 11. 不用上班了 11. 出家了 11. 因为世间的上班 11. 无奈 11. 讲来讲去 11. 还不是为了钱 11. 有一个男生就找我 12. 师父我不上班 12. 没有钱 11. 那我太太怎么办 12. 生了两个小孩怎么办 12. 他问我怎么办 12. 我说很简单 12. 一起出家 12. 男生到北部 12. 女生到南部 12. 出家不能在同一个寺 12. 父亲 12. 分开 12. 佛教需要小和 12. 和尚 12. 来吧 12. 从小培养 12. 培养到一个阶段 12. 我们送到南印度 12. 送到其他各大佛学院 12. 让他成为国际人才 12. 多好 12. 我有很多小徒弟 12. 以前 12. 后来他们送去印度 12. 送去尼泊 12. 都是不得了 12. 中文 英文 泛文 藏文 12. 但是很可惜 12. 都还俗 12. 那一关很难过 12. 特别他有能力 12. 因为有能力 12. 以后就自以为是 12. 然后就还俗 12. 但是还俗 12. 还在佛教工作 12. 就是这样 12. 但是因为他们 12. 从小学的 12. 最快 12. 倒背如流 12. 变经 12. 中英文 12. 范文 12. 修仪轨 12. 都很厉害 12. 各位 12. 考虑 12. 考虑 12. 把你儿子带来 12. 当然你自己带不方便 12. 当然你自己带不方便 12. 所以我们在尼泊尔 12. 要办佛学院 12. 现在南印度已经有了 12. 在瑟拉前里面 12. 中小学里面 12. 现在八九百位 12. 他们要读英文 12. 读印度文 12. 读藏文 12. 要读中文 12. 还真苦 12. 但是从小 12. 对他们来讲 12. 很容易 12. 以后希望 12. 办成国际佛学院 12. 这些要 12. 培养的是国际人才 12. 当然你培养一千个 12. 终于有一百个 12. 那已经很好了 12. 其他就算还俗 12. 做一个普通僧人 12. 他也会相信因果 12. 这个就是佛教教育要普及 12. 就像缅甸 12. 他们因为穷才去出家 12. 虽然他们到二十几岁 12. 百分之九十还俗了 12. 特别那边的华人 12. 但是他们都一辈子学佛的 12. 他能够得到佛教教育这么久 12. 那也是个福报 12. 非常大的福报 12. 第七 12. 无病无危害 12. 希望大家不生病 12. 希望没有危险灾害 12. 希望所有众生快乐永幸福 12. 所以修菩萨道永远 12. 前提 12. 前行是什么 12. 念一下 12. 当愿众生 12. 不管想做什么 12. 好处都是当愿众生 12. 愿所有的苦难 12. 我来承受 12. 愿所有的快乐 17. 喬23. 肯萨道永远 21. 依其自自他交换 22. 一方面可以消除自我的爱惜 19. 执着 20. 因为不好的给自己 25. 消除自己的我值 25. 根本没有不好 但是因为你有一个我在承受这个不好 你会怕 如果没有这个我好不好 对你来讲无所谓 就像你把一个热水冲到地上 你不会觉得地上会痛 因为地没有感觉 但是把热水撒在你 你会痛 因为我有感觉 所以佛陀希望我们把不好的往身上 把好的给别人 不好的往身上 可以打破你对自我的执着 你要这样观想 好的给别人 那你可以修大悲心 那这两个都圆满就成佛了 叫on money beme on就是把不好的变成好的 把不清净的变成清净 叫on money beme 那money就是慈悲 beme就是智慧 莲花的智慧 on那就是圆满了 成佛了 自立地它圆满了 叫on 那所以你要从不好的变成一个圆满的 那就叫慈悲与智慧 所以我们要时时刻刻 悲至双运 on money beme 甚至信到其他宗教 我们也不是说不好 随喜 但是他就对佛法没善根 所以我们要多多的地藏菩萨教 我们去救护生命放生 然后呢更多人 生生世世都能够成为三宝弟子 所以第十教 不离三宝 第十一最重要 放生是种慈悲 最容易生起悲心的 想到众生苦生起悲心 用行动去救他叫菩提心 真心的要去救他 所以成就菩提之良 所以终获无上菩提之果 所以各位念一下 放生就可成佛 这是一定要 所以莲花生大师说 比劝人戒杀放生更大的功德 他没听说过 莲花生大师精干口啊 比劝人戒杀放生更大的功德 他没见过 所以我想祖师大的都一样的 第十二更重要了 师父善知识长久住世 这个世间有善知识 有佛菩萨 那就是我们众生的福报 就像黑暗里面的光明灯啊 所以各位要经常的去救护生命放生 回向给世界上所有善知识 愿他们消灾啊 有福报啊 如果善知识长久住世 我们大家都有福报 可以听闻证法 特别现在很方便 就像我们今天 每一天的讲课都是直播的 全世界都在看 所以现在大宝法王 各大法会 各大善知识都有直播 那个脸书方不方便 Facebook很方便 很多人利用这个做生意 那我们也要利用这个弘扬佛法 所以让大家直播 直接参加报官再见 听闻佛法 第十三一起念 来 往生净土 所以佛印禅师 这一句大家都会背 来 吃素 念佛 肩放生 必到 西方 上品会 你要上品 往生极乐世界 吃素 念佛 肩放生 台湾 元元老法师 又加一个 忏悔 忏悔 吃素 念佛 放生 这是佛陀 四法门 推广在台湾 很多人就按照去做了 所以 其中 道正法师 他是一位医生 后来又得癌症 后来又出家 他圆满了实践的 这四个法门 后来他往生 产生瑞相 很多人都说 上品上神 所以道正法师 比丘尼 他往生的时候 我三天没睡觉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精神好得不得了 大概他走了到极乐世界 跟我 哈喽哈喽 我得到加持 因为他放生的牛 都在我们护身园里面 所以我那三天没睡觉 我知道有大加持 因为我也曾经这样 大宝法王加持我 我三天都没睡觉 每天精神好得不得了 因为我那时候 大宝法王加持 后来我这三天没睡觉 我那时候不知道 他往生了 后来一问 原来大菩萨 道正法师往生 我也得到加持 所以精神很好 好 放过来 七十八页 来 三念一下 一个人放生 可以免除 一个人身家的疾病灾难 众多人放生 可以挽救世界的浩劫 改变世界的命运 对 元启法 你的悲心越强 影响力也大 你一个人放生 有一个人的力量 但是至少全家得到影响 对不对 那我们今天这么多人 一起放生 这个世界就改变了 世界的浩劫就不见了 改变世界的命运 相不相信 这就是意义 这就是生命的意义 可能今天各位回去以后生病啊 或是怎么样啊 很有意义 整个大乘佛教就这么简单 难忍 难忍 难行 难行 苦 给自己 只要我苦 我腿断了 但是我还能够喂我的奶 给那个小孩子 这就是妈妈的心 对不对 一只狗快死了 他要爬回到窝里面 然后呢 剩下的一些奶 给他的小狗吃 这个就是生命的意义 死亡是必然的 而且过程是苦的 但是我们对其他生命有意义 对世界有意义 因为我们了解 这个世界是个缘起 要对所有有情 无情发起 无上菩提心 所以一个人受八观灾戒 就可以净化世界 你想心清静 世界清静 心清静 众生清静 我们这么多人心清静 那不得了了 这个世界多少的净化 所以各位呢 以后你家里有人生病 就算他不学佛 你就拿个沙发 你就坐在那边就好了 睡觉没关系 因为大家的共修的功德 这种加持力给他了 对不对 他得到一个很大的加持 第四 你也讲 金山活佛 最好的宵夜方法 莫过于放生 世界上最大的恶业 莫过于杀生害命 反过来说 世界上最大的善业 是莫过于戒杀放生 所以放生是最大的功德 你能依我的话 赶快量力 满生物放生 就能征服严寿 这位金山佛佛 大神通 连慈禧太后 朗州的时代的一些大领袖 对他佩服到极点 不可能医的病 吃他一口口水就OK了 甚至他用某一些药 所以中国人 除了寄功佛佛 第二个晋朝 被称为佛佛的 就是金山佛佛 他在缅甸往生了 慈航法师 特别把他的设立者 又带回大陆 所以缅甸的华人 中国的话 都佩服金山佛佛 所以金山佛佛 有他的四基故事 各位看一下 大神通 佩服 有佛在世一样 所以他有这种大神通智慧 他劝我们 你看他讲的话 多有力量 最好消业的方法 莫过于放生 最快 救命的功德 救人一命 胜造七级浮屠 对不对 最快 世界上 最大的恶业 莫过于杀身害命 这也是佛陀说的 最大的恶业 就是杀身 所以 最大的痛苦 就是邪见 这个邪见也很恐怖 杀身也很恐怖 所以反过来说 世界上最大的善业 莫过于 借杀放生 各位 做到没有 做到了 以后人家叫你 写个字给他 你就这四个字 借杀放生 一心念佛 很简单的方法 所以 放生是最大的功德 我们能够按照 金山佛佛的话 赶快量力 买生物放生 所以各位 多到市场去帮忙帮忙 好不好 就一只算一只 但是你到市场去 这种有慈悲心人 到市场去 那不得了了 经典说 一个持戒的人 哪怕持一条戒律 你走过的泥土 天上的神钩 可以拿回去供养 功德太大 所以各位 你今天晚上回去 多走一点路 你走到哪里 把哪里都给进化了 就是如此 何况一个有悲心的人 所以各位 你看 藏传佛教 对上师的恭敬 上师 撒泡尿 都是甘露 抢着喝 每天喝一滴 泡在水里面 哇 甘露 大宝法王的血 甘露还得了 西方医生 吓都吓坏了 因为 大宝法王 十六四 各种的癌症 在全身都割都割完了 对不对 然后呢最后他跟医生说 你帮我抽一些血 那医生说 这个全身都说癌症 你的血要干嘛 那 那 那医生还是要帮他抽 一抽 去检查 那个血清到不得了 所以那医生就皈依了 拿这个血去做甘露丸 哇 现在在大陆上 听说一颗啊 哇 叫到三十六万港币啊 人民币啊 这种东西买卖就没意义了 但是我这样讲的意思是说 真宝贵啊 我身上永远放一颗啊 你不小心碰到我还得了 大宝法王血干露啊 一吃 我试过 有一位美国人一种法师 他病到死不掉 然后他们那时候就找我 他还要到法师 看有没有办法 我就帮他要了一颗 一吞 隔天就走了 安详往生 因为他求往生嘛 他不是要活 他要消病苦 他要求往生 因为这里面有 有祖师 人家大宝法王的加持 所以甘露丸很重要啊 各位身上一定要带着甘露丸 梁花生大师说 你身上带一颗甘露丸 等于对所有诸婆菩萨的供养 信心嘛 所以我们都要人家身上带着甘露啊 自己碰到问题也赶快可以吃 别人碰到问题也给他吃 有各种各类的甘露啊 所以下回你们供养上师还问 上师有没有甘露啊 他们一定有的 给两颗吗 OK 他们因为藏人送人家 最好最珍贵的礼物 就是甘露丸 没有别的 所以我去不丹 我每次去都是去拿甘露丸的 我们叫一只马甘露丸 什么意思 他们骑马才可以上这么高的山 我们是坐车呢 也以为车才可以上去 然后他们上面以后 为了要得一颗甘露丸 那个西人们把那个寺庙的甘露丸 是母丸 他们就要把一匹马留在那边 才可以拿一颗甘露丸 一匹马 所以叫一匹马甘露丸 我开了好几部车子去要啊 去做大供养 管用 像我的师父啊 他一直咳嗽 医生也说 可能还要再偷个几十天 往生 当然女众的法师 就希望他活久一点 我师父咳嗽就不舒服啊 对不对 而且他们跟我说 师父现在水也不喝啊 什么都不要 我就带着那个 西人们把甘露丸去啊 然后我就跟我师父 我们师兄弟都是念 本师释迦牟尼佛的 那我师父以前 跟我在一起 他说人家病 你要帮他念地藏菩萨 我师兄弟不敢念 他说念了要师父赶快走啊 他们不舍得念啊 女众正常的 对不对 所以我就念地藏菩萨 一念地藏王菩萨 我师父坐起来 说要坐起来 大家很奇怪 老后生要坐起来 而且一坐起来 也开始笑 大家就高兴了 然后我就把甘露丸拿出来 刮一点泡在水 我那些还说 不会啊 师父不喝 我说会啦 试试看 因为我师父很高兴喝完就躺下去了 过两天就到极乐世界了 不是我希望我师父找死 是希望找超度 哇那甘露丸好用 不可思议 我还有一次是嘉义的 也是这样 全身已经肿了 脖子也大了 脸已经跟他长得都不一样了 我拿了甘露丸 也是挖一点 放在他嘴巴 各位好的甘露丸 真正的甘露丸 一个人快往生 你放一点他嘴巴 他保证超度 这个叫什么 吃急解脱 结果给他吃一点点 我们又帮他祝念 隔天早上八点往生 恢复他年轻的脸 漂亮好看 这样对家属很好 家属觉得 哇很好 很感应 本来不好看的脸 那无病而转身 所以各位 甘露丸重不重要 等一下供养 记得要 好用 好第五 念一下 寒山问时德 放生可成佛佛 达曰诸佛无心 唯一爱物为心 仍能救物之苦 既能成就诸佛心愿宜 故一念慈悲 就一物命 是一念观世音也 日日放生 则慈悲日日增长 久久不息 则念念流入 观世音大慈悲还宜 我心即是佛心 焉得不成佛乎 故知放生因缘 非小善之所能比 凡我同愿 以广行劝勉 善令群生同归悲化 风干禅师 寒山大师 石德大师 他们三个一起视线 他们三个就是西方三圣 不是西方 寒山是文殊菩萨 石德是普贤菩萨 风干禅师是 奥弥陀佛 装风卖撒度众生 所以佛菩萨为了要度众生 不像现在 现在有影片 有网路 所以就很容易 古时候你不装风卖撒 谁认识你 你要用各种方法去接触众生 所以寒山问石德的 文殊菩萨问普贤 放生可以成佛佛 各位放生能不能成佛 保证的 所以石德达 诸佛无心 唯也爱无为心 成了佛就空性 没有起心动念 所以各位这个很重要 诸佛正法无来去 唯一勤行立众生 佛子行三十七颂 所以诸佛正法 讲的就是空性 空性就是真如 不生不灭 不够不净 不争不减 无来无去 所以诸佛无心 不再起心动念了 生灭灭 极灭为乐了 那无心干嘛 唯以爱物为心 就是爱所有众生 慈悲心 那就是诸佛菩萨的心 所以简单来讲 佛教最简单的修行 没有自己 我们生下来 是来救护所有众生的 好不好 好人坏人 你对我好 对我不好 唯以爱物为心 什么是诸佛 就是你自己 以后你叫原妙 原妙无心 唯以爱物为心 好不好 这个叫念佛 念佛就是佛怎么做 我就怎么做 我的名字就是佛 因为众生就有佛性 你要用佛性来做事情 佛性就是我们一直读 这么多经教的 空性 大悲心 菩提心 菩提心就是佛性 所以一心念佛 或是你修什么 仪轨都没关系 就是要用佛性 来做事情 不要用凡夫的心 来做事情 你很想 转凡心为佛心 你一念佛 一诵经 一修一轨 你就要用佛性 佛性就是这个 诸佛无心 唯以爱物为心 当你讨厌对方 排斥对方 批评对方 那你又失去佛性了 直接间接 伤害到任何动物 生命 那你又失去佛性了 所以既然我们已经学佛了 都了解 每一个佛 都是空性大悲心的显现 没有其他的 离此无他法 各种的教法 就是最后回归于空性大悲心 所以做人能够救动物的痛苦 就是在成就诸佛的心愿 就是在供养佛 所以我刚会说 慈悲放生 超过我们受八万灾界的功德 今天我们放一只鱼 都超过我们一千个人 在这边受八万灾界的功德 当然我们又把八万灾界的功德 回向所有动物道 所有地狱道 那慈悲就是功德就对了 因为我们修行 最后的目标就是慈悲众生 那你现在能够慈悲众生 你做得到 你不要说你成佛才要做 你现在就去做 你将来才有可能成佛 去放生 去施食 去帮助可怜人 去帮助地狱道 去推广佛法 印佛经送给人家 越漫画越好 越浅显越好 越彩色越好 现代的人喜欢这种刺激 简单 你不能给他复杂 因为你的动机是慈悲 所以诸佛无心 唯以爱物为心 成为你的生命 你的生命就是如此 所以生命就是慈悲智慧 所以人能够救动物 那就在供养诸佛菩萨 圆满诸佛的心愿 所以为什么放生力量那么大 故一念慈悲 救一悟命 其实一念观是因 所以你能够达到 当下就是观音 慈悲就是观音 观音就是见佛了 所以我们 各位平常你要看影片 观想 我正在救命 我正在放生 我正在救病人 我正在超度地狱苦 反正就是念念慈悲 观修很重要 观修可以帮助无量无边众生 所以日日放生 则慈悲日日增长 念一下 水洗天天放生 你每天在家里摆一个罐子 上面写个慈悲福田 你每天放一毛钱都没关系 好不好 你放一毛钱 一个礼拜以后 这七毛钱一块钱 拿去买一只鱼 买一只蟋蟀 买一些食物飼料 去帮助众生都可以了 但是不间断的慈悲 不间断 你每天能够做两次 做三次 只要你去回来 就有一些零钱 就给它放到慈悲福田 这个慈悲福田 做什么东西 只要慈悲 帮助非洲 帮助动物 帮助生病的都可以 一个是上贡福田 上贡福田是 引佛经 供养出家人 照佛像 对不对 下施福田 是帮助六道 两个都要 叫福慧双修 上求佛道 下化众生 让我们成为习惯 以后各位点香 点两根 一根上贡 一根下施 就像我们前面 上贡 旁边呢 六道下施 永远不离开 上贡下施 所以天天放生 至少 各位如果你有网络 就加入我们的 或是随起别人的放生 或是把放生的语记 像这一段不错 你就打一打 给它传出去 对不对 加上不一样的影片 如果你英文又很好 又给它翻成英文 哇 你功德太大了 传到全世界 让别人看到这个画面 你放一个 旧动物的画面 旧鱼的画面 旧流浪狗的画面 然后再把这个放下去 这样 那你可以利用这样 一直增长悲心 当然更要有实际的行为 所以日日放生 慈悲日日增长 久久不息 则念念流入 观世音大慈悲海 你就融入于佛海里面了 不停止的慈悲 当时候我心即是佛心 焉得不成佛呢 所以天天慈悲 分分秒秒慈悲 一定成佛 对不对 各位要养成习惯 不要恨一个人超过三秒钟 不要看不惯一件事情 超过两秒钟 这个叫空性 一下一转头就忘了 这样就好了 不要耿耿于怀 某一件事情 痛苦在心里面 不能这样讲 所以我认识一位女菩萨 已经将近 那时候跟我讲 已经六十多岁了 每次碰到 师父 我老公 对我不太好 我实在 我不知道跟他回答 我说你的脸 真的是很悲剧 你为什么不讲说 师父佛陀对我很好 这样就OK了 你要念佛 念三宝 不要念你耿耿于怀的 还有一位女生来找我 师父 我现在嫁的老公 不是我当初爱的男人 我说那你现在要怎么办呢 我说你这个要放下 那你现在这样讲 对你老公很不公平呢 他知道他不气死呢 我说你不要想这个 你应该想 感谢这个老公 陪我这一辈子 对不对 而且你这个老公又这么会赚钱 他那个老公很会赚钱 哪里去找 你那个爱的老公 搞不好是来讨债的 你还要倒贴他 他说对啊 对啊 你还讲对 你要倒贴他 他说我大学多 我给他钱 我给他钱 他才能搞什么 你倒贴他的 人家这个还接受你 所以人要感恩 一个人要感恩 要时时想着别人对我们的好 不要一直想我对他好 然后你没有对我好 那你的心态 这样来修行 入不了佛法 入不了的 所以各位呢 要把心变为 我心即是佛心 那种大悲心 菩提心 怎么可能不成佛 固执放生 因缘非小善之所能比 不要看不起放生 千万不要看不起 因为他是真实在救命 我们也是一条命 一只动物也也是一条命 你儿子被打针的时候 你都痛了 何况他被砍被杀 所以各位要 要积极去抢救 能够救多少算多少 所以天天做 所以你没办法天天去 你把钱天天放到你的纯统 一个礼拜了 你就去自己去买 更好 或是三五朋友 合起来 你们要组一个放生群 五个十个一群 我们一个礼拜 集合起来的 我们去救 对不对 小型的 多元化的 救各种不一样的物名 放不一样的地方 这样更好 因为大型的 大型的人家 就会聚集太多 而且放生的物名危险 甚至人家批评 叫商业化放生 他讲这句话也没道理 那不买难道他们送给我们 当然要买 买他就批评 叫商业化放生 然后把这个字来影响社会 只要你去买的都叫商业化 只要大型的都叫商业化 这个是不公平的道理 集合这么多人去救 那这是大悲心 不是商业化 所以他是世间人 他总是如此 但是所以各位要 难忍人忍 越难的功德越大 他越批评你福报越大 因为就忍辱 更要对批评人生起悲心 因为他们有这种烦恼障 所知障 所以 凡我同愿 以管行劝勉 所以各位要努力的劝人家 散令群生同归变化 变化 希望所有的人 所有众生 大家都可以修慈悲 好 打开生命电视台 就是打开您的心 打开您的心 就让我们心中的佛陀 呈现出来 把爱 慈悲 平等 清静的智慧 愿各位常常打开生命电视台 打开您的菩提心 也期望各位多 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海淘法师红法行程 海淘法师红法行程 9月15号星期五 莲花生大事书胜功德日 扇行与恶行程十万倍 下午一点半 新店大名讲堂心灵讲座 点搜电话 02-2917-8855 9月16号星期六 龙树菩萨圣诞 念地藏菩萨 卢圣纳佛 持摘处罪一千节 正言平俊王千秋 上午八点半 基隆法研寺八关灾解 恭送云南盆经 点万灯供万水 护生及大蒙生诗诗法会 联络电话02-2456-2057 9月17号星期日 念阿弥陀佛 持摘处罪九十节 上午八点半 及下午三点半 桃圆林口体育馆 国立体育大学 国际共和摘森大会 即大蒙生法会 联络电话02-8226-7559 9月19号星期二 地藏王菩萨圣诞 念释迦摩尼佛 持摘处罪八千节 上午九点 新店大名讲堂 八关灾解 食供样祭佛钱大购 点灯电话02-2917-8855 9月21号至9月22号 香港红法行程 9月21号星期四 等迟如来书圣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成一百倍 上午十点 香港幽坛委上主委 正山路 正山路 点灯 要拱 祭祠碑 事实法会 9月22号星期五 北斗新军圣诞 九天私命造军千秋 上午十点至下午三点拜 香港 北斗羊子金码头 海上放生 9月23号至9月25号 澳门红法行程 9月23号星期六 下午五点 澳门地豪酒店 一楼地豪轩 慈悲素艳 祭佛学讲座 9月24号星期日 雷声普化天尊圣诞 上午十点 澳门联峰庙前地 林泽徐纪念馆一楼 慈悲诗时 阴供超度法会 9月25号星期一 上午十点 澳门慈悲金社 落成开光典礼 下午两点拜 路环码头放生 敬邀十方大德 踊跃前往参加 阿弥陀佛 生命电视举办 习经廉师圣地 参访慈悲之旅 恭请海涛法师领众 日期106年10月4日 星期三至10月18日 星期三 共15天 行程安排 龙德寺 达浪寺 尊贵的缩节人波切寺院 铁丘人波切寺院 颠巴喇叭寺院等多处古老寺院 接受传承上师灌定 参访圣地连尸洞 连尸湖 空行亡洞 连尸脚印 杜姆脚印 十轮金刚大塔开光大殿 整个席经都是圣地 敬邀乃此朝拜 并接受巨大的加持 详细行程请洽 海北生命道场 电话02-2550-9900 02-2550-9900 传真 02-2558-6600 02-2558-6600 生命电视金门慈悲金社 举办2017慈爱金门 两岸祈福消灾超见之旅 恭请海淘法师主法 日期11月3号星期五 下午2点半 心灵讲座纪护生 地点金门文化局 地址 金门县金城镇环岛北路 一段66号 11月4号星期六 上午8点半 举办八关灾戒 11月5号星期日 下午1点半 点灯沟水 继大蒙山慈悲诗史法会 地点金湖综合体育馆 地址 金门县金湖镇市校路5号 联络电话 082326651 082326651 法会被免费消灾 超见牌位 恭大众填写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夫衛星期内 《片二辆戈子》 2004年 不但通过全面禁烟法案 成为世界上第一个 也是唯一一个全国禁烟的国家 莲师曾预言过 墓室里面 因为香烟的缘故 将会上升到天空 转化成各种疾病后 降落在世间 现在科学家 还医学家的研究也发现 这种香烟 对人产生种种疾病 是主要原因 目前外在险象上 世界上灾难特别赤胜 而内在 众生的妄念 也特别赤胜 例如在末时 我们这个时代 因为香烟的过患 而产生种种疾病 就如同过去连师 所做的寿季一般 那我想各位的不丹 比较少这种情况 因为他们比较不商业化 不现实化 不功利化 你只要对他一个好 他也会对你好 甚至他会主动的 给你挥挥手 所以我想 这是我们 恢复自信 就是这个意思 恢复我们很淳朴的 也就是我们来不当 就恢复人类的淳朴 不当这个国家 就是故意要这样 所以他让观光业 不要太发达 他不喜欢太多 非佛教的 甚至来污染 因为他们满地都是大麻 大麻是他们的草 全世界最好命的猪在不丹 因为是吃大麻的 这些大麻 煮一煮都会给猪吃的 所以怪不得 他们猪那么贵 所以对别人来讲 大麻是不可思议的 但对他们的大麻 是给猪吃的 因为他们 不想要被外界污染 甚至这个国家 可以做到 满地都是大麻 没有老百姓会拿来吃 所以他怕开放 给外国的嬉皮 他最怕外国人 因为他们懂得大麻的 麻一进来以后就完了 所以我想这是 纯朴的 他们重视的是 供养三宝啊 修行啊 谢谢 不单静内 不但禁止吸烟 也对烟草交易 实行禁令 不单总理 吉格梅廷来表示 这一法令 是国会成员 集体智慧的结晶 各色的花朵 在风中摇曳 枝叶 小草 释放着仿香的鲜香 供养着 这位于喜马拉雅山上 殊胜的坛唇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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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明镜与点点栏目